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我们要搬家咯 1月7号起 最中立 最客观 最好看的 年代向前看 就在依新闻频道 周一到周五 晚上8点 民官和你一起 年代向前看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林官 欢迎我们忠实观众跟粉丝朋友 扫描QR Code 订阅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频道 同时在年代向前看 专业脸书页按赞按追踪 倒数50天要选举投票了 那郭冠英 这个陪同邱毅登记的同时 他说他代表中国共产党 来这边监督台湾省的选举 引发台湾社会的愤怒 今天一找绿党 这个直接告发 这个郭冠英 换的是叛国的外患罪 事实上这一次 这个涉及叛国外患罪的 几个重要成员 都变成国民党跟新党的 不分区重要核心名单 那何以这个中国共产党的 带领权战争 直接把手伸进新党跟国民党 事实上昨天绿党 还有一个新的民调 讨厌共产党在台湾 最新的数字是68.8% 然后共产党这一次 在50天之后 终于形成了泛红大联盟 泛红本身也争取红统的代理战 这个战争背后有多少 不论人这个故事跟内幕 我们待会好好聊聊 今天现场要请到六位特别来宾 第一个好不好 汪浩大哥 大家好 再是高嘉瑜 大家好 再是黄鹏孝 大家好 再是陈嘉行 大家好 再是吴征 大家好 再是蔡玉珍 大家好 我们先看一下下面的画面 我不是代表中国共产党 来这边监督台湾省的选举 我不是代表中国共产党 来这边监督台湾省的选举 我不是代表中国共产党 来这边监督台湾省的选举 中国共产党也要在这边 大家比赛爱台湾嘛 这我们党有6000万党员 我提到38年算不错 好 彭校大哥 再过50天之后要选举 台湾几乎快要没有泛蓝阵营 变成泛红阵营 那泛红阵营当中呢 新党跟国民党是直接红统化 这一次更恶劣的是 像郭冠英这样的言论 事实上他是大啦啦的公开讲 是的 我觉得这一次 这次大选的最特别之处 人家以为说 是不是蓝绿的一个对抗 蓝绿的竞争 我很早很早以前我就提出来 没有蓝的 蓝的后面都是一片红色 现在的国民党 只剩下一个蓝西装 里面的内衣内裤 都是红的 这一次的不分区提名 就等于是说 他一件一件的 毫不保留的 亮给我们看 秋衣 这个内衣 吴思怀 这个内裤 叶宜兰 又是什么 还有一个叫张显耀 曾经被马政府 以这个共谍罪提告的 这样是蓝军吗 所以我们所看到的 不管是国民党也好 新党也好 他们的人是流通的 上一次大选 邱毅跟叶宜兰 是新党的一二名 这一次呢 在国民党里面 叶宜兰是第一名 原来第一名 邱毅也是安全名乱第八名 后来虽然邱毅退了 但马上摇身一变 新党第一名 所以我觉得说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没有蓝军了 国民党 新党 统促党 都是红军 通通跟共产党 都是一家亲 而且红军好多壳 这个放这个壳不行 就换另外一个壳 毫无政党界限 对不对 所以 这个代表什么 我们看到今天 郭冠英这样讲 难道我们台湾人不生气吗 但生气有什么用 他就敢这样说 肆无忌惮 对着镜头 还怕你没有录到 还重复说给你看 为什么他敢这样子 因为 第一个 在两岸的这个斗争当中 我们台湾人 以为说 动员开乱时期结束以后 共产党不是我们敌人了 但是 在共产党眼里面 台湾是敌对势力 是分离势力 就是敌人 毛泽东怎么说 他革命 不是请客吃饭 革命 不是绣花写文章 不能够温良攻减让 但是我们台湾怎么样 我们台湾人最美的就是 最美的风景 就是人 甚至于说 我们遇到像郭冠英这样子 像邱毅那样子 我们都好客气啊 这个你有你的言论自由 所以今天你看 昨天 邱毅人家问到他 敏感的 你不是在大陆公开讲 武统台湾吗 他说没有 没有 他说台湾是有言论自由的 这个时候 他就紧抱着 台湾言论自由的大腿 为什么 他紧抱大腿 他也怕 你以为他是英雄吗 当我们真正的 以法律来制裁他的时候 他会不怕吗 同样也是郭冠英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立党 挺身出来 去控告他 不管能不能成 但是至少表示一个态度 表示一个立场 也让我们的检调单位 也让我们的司法界 大家要形成一个共识 面对在我们这个民主制度里面 一个软肋 就是我们样样事情 都要求举证 都要求法律的要件 自由 这个言论的自由等等的 结果我们的敌人 就拿这个来摧毁我们的言论自由 摧毁我们的民族制度 不光只是在台湾这样子 记不记得 同时副总统 他两次演讲都提到 连美国 中共都照样的 渗透他们的媒体 渗透他们的学术单位 渗透华尔街 想用贪腐的力量 金钱的力量 来影响他们的判断 影响他们的言论自由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不能够 不当一回事 好像与我无关 如果大家都与我无关 大家都这么温良恭敬上 那这些人 越来越肆无忌惮 今天国民党 我真的我要呼吁我们 中国国民党 真正蓝军的 我们的党员 我们的选民们 看清楚 国民党已经不再是蓝军了 你也觉得国民党 事实上已经直变了 对 已经变红军了 已经真的是红军了 这就是为什么 我这一次会跳出来 这么大声疾呼 来面对这么多的压力 我的同侪都说 我变了 我说怎么是我变了 你们都没看到 国民党变了吗 变成这样子 一点都不装 对不对 毫不忌讳 名单排出来 大家骂成这样子 国民党有没有改 没有 像你这种声音多吗 我觉得实在不够多 在我的脸上 很多人就按赞 但是我说实在 我拜托各位 一定要把声音发出来 让大家的声音 大家形成一股舆论的长城 来捍卫我们中华民国 我们台湾得之不易的自由民主 那我问你 国民党的中生代青壮派也反弹 然后像你这样的一个正男的 这一个几十年的蓝军的正男的 典型人物也反弹 那你的观察 何以国民党完全执迷不悟 我觉得这里面 一定有所谓的统战红利 为什么 共产党的这一套 商业统战 统战发大财 统战是门好生意 所以我在这边要沉痛的呼吁 我们这次选举 一定要睁大眼睛 搞清楚来 好那我问你哦 有人说吴都立这一次列吴思华 叶玉兰都是为了维护捍卫军公教铁票 在你的朋友跟你周围的这一个亲朋好友的军公教的这一个成员当中 会因为这样子而认同吴思华或者叶玉兰吗 我觉得第一个 基本上来讲 他们一般对这两位 没有很强烈的感觉 为什么说没有很强烈的感觉呢 因为他们也知道立法院是多数决人 你一两个有什么用 没有用啊 对不对 但是 不管是吴思华也好 叶玉兰也好 在军方也好 在警戒也好 这个 有正平也有负贫 不是没有争议的 就像吴思华来讲 他后来他的 这个所谓八百壮士 到后期的时候 内部分争很大 对他的意见也很多 也很多人 那个时候就指出来了 哎呀 你都有政治目的的 没事啊 吴主席来的时候 你就一定的 公公公公公公公 乖乖的站在旁边 果不其然嘛 对不对 他压宝压队了 但是 我们要问 为什么 吴主席面对这么大的压力 他还要力挺他呢 说实在 在我们国军的退降里面 比吴思华 更优秀 更有能力 形象更好 忠诚度 不受质疑的 比比皆是啊 为什么 是吴思华 为什么 非吴思华不可 这就是我们 大家要 深入的去思考 的所在 那我问一下家瑜 这次整个社会 对于国民党 这几个 这个指标性的 不分区的人物 那加上 昨天邱毅 跟郭冠英的言论 整个社会跟 舆论跟网路 都是大反弹 对 我觉得出来跑 迟早要还的 过去国民党 是玩两面手法 一手可能拿着 共产党的好处 可是一手在台湾 说是中华民国派 可是实际上 共产党对这种行为 早就非常不满 那这一次 透过吴敦义 把这些行为 全部台面化 如果上个礼拜所说 大家已经不演了 因为共产党 也不能接受 你玩两面手法 现在就是要求你们这些 拿共产党的好处的人 在台湾 你就是要打着 共产党的红旗 你就是要支持共产党 你就是要支持统一 现在不准你们这些人 再玩两面手法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家全部献出原形了 过去国民党 还可以隐藏下来 刚刚彭教说 披着蓝色外衣 其实里面穿着红色的 其实过去也是啊 只是他还遮遮掩掩 不敢露出 那个红色的衣服 内衣裤 现在是直接脱掉啦 红色就是直接给你看 我就是穿着红色的内衣裤 你要不要支持 你要不要来接受 现在完全你说 国民党新党 全部都是一起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就是因为共产党急了嘛 因为他知道 过去他所付出的这些 对于政治人物的好处 过去他知道说 他想要收买台湾的人心 可是同时 他也收买这些政治人物 可是政治人物 拿着他的好处之后 在台湾却是另外一套 现在他要求这些 拿着好处的政治人物 必须要直接在台面上 就必须要支持共产党 好 所以你看到了 不管是邱毅 不管是吴思怀 不管是叶玉琳 甚至是吴敦毅 现在完全就显现出来 让你知道说 我们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派 不是中华民国派 那这样子台湾的人民 能够接受吗 如果以选举来讲 这对选举绝对没有好处 因为讨厌共产党是高达68.8% 将近七成的台湾人都讨厌共产党 可是你现在举着这个共产党的红色大旗 你要拿什么票 想也知道拿不到台湾人民的票 可是你可以拿到共产党的肯定 甚至可以拿到共产党的钞票 那这就不一样了 当你拿不到选票 可是实际的利益 你可以握在手上的时候 那对这些人来讲 又是另外一种得到 所以你可以说 发大财 选举发大财 统战发大财 过去只有新党敢这样子做 所以新党拿了 例如说长寿烟的独家代理权 赚了很多的钱 大家看到了可能心痒痒 甚至新党的人到中国去 开了一些节目甚至等等 大家也传输说 后面有很多的利润等等 而这些钱可能都来自于共产党 好 现在看着新党这样子 直接台面话 国民党也来要抢这块资源 也要来分食这块大饼 直接拿着共产党的招牌 甚至就是告诉大家说 后面可能就有共产党的资金 那这时候 过去长期支持 国民党的这些中华民国派 何去何从 未来要该怎么办 你说像郭冠英 像吴思怀这种人 是台湾人民最不能接受 当初以着军公教的名义 拿着这么高的退休凤 不管郭冠英现在是六万 还是四万八 吴思怀也是将近十几万 这样的退休凤 现在要再次重出江湖 而且你会发现这些人 还红色互打 互相争取那个代理权 包括说郭冠英陪着邱毅去登记的时候 邱毅竟然还说 郭冠英我跟他不认识 这个可能是旺中系统 邱毅自己大家就觉得说 你已经就是武统一国两制的代言人 郭冠英也是 你还要去分说你是旺中 跟我不同派 也就是说他们在强 旺中还要强调和平统一 对 就是说和平统一派跟武统派还不同 所以这些 统派有分武统跟和平派这样 所以这些所谓你不管说他叫 红统代言人 中共代言人 甚至直接就是中国共产党的 直接的这个 在台湾的分支的这些人 他们还彼此有分不同的派 就像我们明镜长有很多派系 他也有分你是旺中派 你是郭冠英派 你是邱义派 彼此还有不同的派 因为不同的派 可能有不同的利益 有不同的这个高层 直接的这个对口单位等等 所以这个里面的背后 非常的复杂 所以今天对民进党来讲 或是对于执政党来讲 面对台湾现在的这些局势 是不是跟国安的危机 甚至直接影响 这个所谓外患罪等等 我觉得都要查个清楚 否则台湾人民能够接受说 领着我们的退休凤 然后举着红色大旗的 这些中共代理人 在台湾如此张牙舞爪 如此嚣张吗 好我们稍后再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 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 台湾社会对于郭冠英 吴思怀邱毅等人的反弹 是非常大的 今天一早绿党 这个告发这个 郭冠英 那涉嫌的是外患罪 最早上个礼拜 黄鹏笑大哥也告发 这个吴思怀涉嫌的 邱毅涉嫌的是外患罪 然后事实上 台湾社会真的拿这些人 毫无办法吗 郁冠英 台湾社会这次很鲜明的看到 过去的泛男阵龄 现在有直接转型成泛红阵龄 而且这几个指标的人物 大啦啦完全不演 对啊 像邱毅这样子 其实中国 我有很多媒体朋友都跟我说 你看邱毅现在在 今日头条 在央视这次节目 你知道年薪多少 年薪是数千万上亿 所以他们其实在这段时间 他很少在台湾 然后呢他也就说上这些节目 然后也就是他的统战红利 刚刚其实我们讲的统战红利 是像邱毅现在是进行式 所以他利用这个机会 当然要回台表现 表现什么 我拿了那么多红利啊 那我总不能够这个 没有再表现的机会 所以他现在只是想要再转换 扩张到另外一个舞台 其实我很少对两岸的局势 尤其是台湾的那种 那种亡国感 我真的是很少那么强烈的 因为观察两岸的这个问题这么久 你说韩国瑜在北大的时候 我也在北大啊 然后呢那些 就是台商的这些活动 台气联这些活动 我也参加过不计其数 跟我很少像今年这样子 这么强烈的那种 就是国台办 中共的所有过去几年部署的 不管你是八大系统也好 全部都动起来了 刚刚我们标题说 这是不是这个泛红大内战 其实不是 其实他们呢是 全部都动起来 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他们要效忠的是 共产党要验收 他们过去这段时间 包括从连战江炳坤 那个时代的买办系统也好 或是说 你曾经有过台商 你拿过我的这个 极免极减半的红利也好 那你最近有没有发现 有几个超大咖的台商 几乎不去中国 人都在台湾 人都在台湾 郭董不选了 也不去中国 云野良 他也不去中国 然后你会发现 他前两天还出席夭夭的寿宴 对 他就很有空都不去中国 为什么 因为其实 就因为他们其实在过去 是跟着这些所谓的 政治界的大买办系统 是合作的 从连战江炳坤 然后甚至吴敦毅 高玉仁这些 那可是呢 这一次大家都要表现 表现出什么 表现出这次呢 我们一定要全力 拉下蔡英文 然后这些台独的 一定要给他教训 所以要武统 就是这些人 你看到郭冠英 那个表现 虽然我认识郭冠英 蛮久的 我最近是觉得 他的精神状态 一直有点问题 因为好几次参会上面 我觉得他是语无伦次的 可是呢 他都已经这么明目张胆的 告诉你他代表的是共产党 我觉得现在最可怕的是说 他们现在真的是不掩饰 而且是亲门踏户 然后呢 而且最可怕的是 他们在台湾有可能得到选票 对 而且这条路线 搞不好国台办 养的一些基层 还真的就拱到新党 搞不好有一席 没错 因为他是 这个八路军 现在全部都启动 所以你会看说 像包括吴敦毅 最近很多人在讲说 吴敦毅为什么会 丢出这么红通通的名单 那有几个关键的因素 因为包括 虽然他是原来在 邱毅排第八的时候 在那边吴哥哭 可是最近大家才发现说 吴敦毅也是那个最重要的 买办系统里头 被掐着脖子 然后呢 甚至他的儿子 吴子联跟吴子文 在中国跟原来的 明天系的肖建华 跟这个 就是包括了中策 在南山人寿的这个系统里头 你看肖建华被消失多久 对 那你说肖建华会点点 没有告诉大家说 我的合伙人 我的整个体系里头 包括谁吗 那你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吴子联脱得掉吗 然后包括那个帮忙 回台上市 然后说他的这个是 在外资得意志 赚很多钱的金铜的吴子文 你说这些人 都在赚中国的红利 你说在这个时候 他能够点点说 哎呀 我们这些都是 凭我们的本事 你说吴敦义没有把柄吗 你看肖建华 你看这些包括了 包括什么曾伟 什么这些 原来肖建华系统的人 你说没有波及到吴子联 我才不相信 所以你知道 因为这整个 包括香港问题 都是跟江派跟习派的内斗 是有关系的 而你这些买办系统 有多少人是牵扯到江系的 你们自己心知肚明 所以为什么不敢去中国 那我觉得最让人害怕的是说 今天不管你是国民党 你看到这些名单 够红嘛 这够红是因为被掐着脖子 如果你没有办好的话 你有多少的这个企业资金 你的家当有多少在中国 那这是我比较质疑 在这次选举里头 过去大家认为是红利 现在是被掐着脖子 如果不表现的话 我整个崩盘 所以这才是 这次的选举里头 中国 中共要启动 他过去丢了那么多的红利 给连战 给像马英九 他要验收 对他要验收 马英九的系统 大家以为说 他光推荐个邱毅都要否认 然后都要提告 其实这些人是 有些他还要继续保留他的颜面 所以呢 他还要像吴思怀这样子 就是假装 假装我自己抱歉 我真的不知道我国际礼仪 就是说 没有像郭冠英跟邱毅 这么明目张胆的 他们还要很虚伪的当两面人 那马英九也是 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 马英九时代 把台湾的经济搞得 大家以为是红利 可是后来发现 问题最严重的 就是当时曾明中 排第一名的冠军 你知道所有我们搞财经 TGR当时回来 坑杀台湾多少人 鱷鱼返乡 就是鲑鱼返乡的 后来发现是鱷鱼的 谁搞最多 然后把这个生计系统 整个生计发展的 汪启慧搞死在号顶里头 贡献谁最大 那个就是国民党的 第一名的部分区 所以你知道 然后再加上韩国瑜本身 就其实他们不是 他们在内部 我们看到的是竞争 可实际上 他们背后所代表的都是红军 包括叶匡时 叶匡时也不否认 他推荐秋毅 为什么他跟秋毅 会有这样的一个交情 就是叶匡时自己本身 除了企业界 因为他教企管的 除了企业界之外 他还有过去 整个中共在部署的 所谓的文教学术系统里面 包括你说这个韩国瑜 去美国的玉山科技协会里头 有多少有多少是属于 中共在他过去的系统里面 部署的所谓的文教学术 千人精英计划里面 所以你知道这次让人家最害怕的是说 这次是红军在台湾部署的渗透 通通都浮上海面 对包括你说包括村里长 然后包括八百壮士 这些所谓的反军公教 然后公庙系统 对公庙系统 然后你说像统促党的这些 包括加上公庙加黑道 这些通通都已经要展现实力 而且加上什么 加上红媒 红媒过去所拿到的补贴 跟这段时间所拿到的好处 你们过去拿我的 这个所谓的两岸红利的 这一次是要交成绩单 这次如果选得太难看的话 这些人会被清算的 而被清算的话 包括吴敦毅家族里头 在两个儿子 还有整个包括林忠生 他那个海基会董事长体系时代 帮忙所部署的这些两岸的关系 你说你说能能摆脱吗 我跟你说表现不好的话 他们会被秋后算账 他们一定会被算得很严重 所以他们现在是在很努力的 表现出这次1月11号大选的成绩单 如果表现不好的话 那有多少人的身家 是会不见的 这才是我们看到说 你看连吴敦毅 连吴敦毅你都很难想象 连党内的反对声音那么大 结果呢 叶玉兰无动于衷 吴思怀无动于衷 然后随便他解释 那么多人的反弹 无动于衷 照常由真名中率领大家 那吴敦毅不到没关系 反正呢他们现在叫做 买办跟八大系统是联合演出 各自发展 有时候互相竞争 然后有时候互相对峙 所以八路人马最终的一个目标 就是蔡英文 然后最终的核心就是 边缘化蔡英文下架蔡英文 没错 而且这个是共产党交付的任务 那所以这次包括有很多海外的 其实他们现在还有一个海外的系统 这海外的系统是 要制造抹黑蔡英文 其实海外最严重的是 是什么 是包括像曹长青这种人 你看不清楚 他人是什么商业台独 而且最妙的发展是 彭文正跟邱毅都会一起跑到英国查论 对 所以你就觉得这很扯 这些人必须有这么爱念书吗 所以他们 这个也包括了他所有的部件 渗透系统里头海外 大家原来以为这些人是本土的 是台独的 原来不是原来他们是在最关键时刻 竟然在海外 你看到那个台湾海外 如果有件事情是邱毅跟彭文正站在同一方立场的 你都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无法理解 现在不意外 这不意外就都是属于中共所有的部线系统里头 大家现在终于才发现了 而且连柯文者 都有利益或者有人买单 或者有人声援 有人支持 对 而且这些人现在都在台湾掌控 你知道吗 我常跟提醒大家说 现在呢 宗孝东路的神旺饭店 松江路的康华饭店 还有喜来登饭店 离立法院离行政院最近的几个饭店 其实这里头很多人都在干嘛 都在操控说 你们这八大系统 每个人要表现 要来跟我谈 那那一阵子不是连上海台办李文辉都来了吗 其实类似李文辉 这种等级的人 部署在现在 这剩下的这几天里面 包括了他们接下来要控制的金流 这个金流是包括了赌盘 这些都是在最后的关头 他们要验收的 不是没有人 不是就这样子可以遥控 我告诉你 郭冠英这个表现之后 他应该就到某个饭店去见高层 说我今天表现如何 郭冠英的业外收入 保证比他退休凤 四万八或六万还要高 当然啊 就刚刚讲 同战是门好生意 有人发大财 我们稍后再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 台湾社会再过50天之后要选举哦 这一次绿党追踪了民调讨厌共产党在台湾的数字是68.8% 然而共产党大拉拉的各式各样的红统拔路人马代理人都站到第一线 那演给台湾观众朋友看 那当然有些人还遮遮掩掩 有些人以郭冠英来讲他是完全就不演的 可是台湾社会不禁要反省要检讨 何以为什么走到今天这一步 那究竟呢 我们辛辛苦苦缴了一堆税 那国家的纳税义务人真的可以接受像吴思怀像郭冠英像邱毅这样的政治人物吗 好我问一下这个嘉行怎么观察现在的变化 我觉得大家讨论到这么多不管什么红统还是什么中共代理人 大家知道中华民国台湾的国军非常的强 就是因为台湾的国军很强 所以中共才必须花这么多钱找这些丑八怪来当代理人 不然你是老的像吴思怀这种老的 或是年轻人像侯汉廷王民众这种 中共没办法花钱找到我们这种帅的 就是因为我们有良心 我们爱台湾爱中华民国 所以知道说千万不要觉得台湾国军很弱 就是因为我们很强 你知道吗那个解放军飞机飞过来 我们真的要打的话 30秒他们就变灰了 然后你看台湾有东北季风 他们其实解放军要登陆的时间其实有限 然后叫他登陆的话 我们还有台中的小波块 所以知道说其实中共要打台湾是不可能的事情 加上我们是印太地区有一个协访的战略 我们是第一岛链的中心 我们有日本 我们有韩国 我们有美军 美军在冲绳的基地 冲绳离日本比较远 反而比台湾比较近 所以你知道冲绳基地是保护谁吗 不是保护日本 是保护台湾 所以千万不要被这些武统吓到 那邱毅完全是军事外航人 讲那屁话 中共绝对不敢打台湾 才需要泡泰邱毅这种 臭八怪的样子的人 因为没有良心的人来统战台湾 所以我觉得馆长讲得非常的对 就是这些像吴思怀这种将军的人 你们知道他是不分区保证名单 代表说怎么样的人都会投到国民党 他就送去当立法委员 所以如果你要对抗吴思怀这种人 你要投两种立法委员 第一个王定宇 军事国防台南的 另外一个人要投吴怡农 大家知道因为吴怡农是新人 但是你知道吴怡农是从美国读书回来之后 就加入了我们的中华民国国军的特战队 所以你要把这种像军事国防专业的吴怡农 吴怡农还要投书到美国的媒体 就是讲说台湾如何增加自己的国防 所以你要把这样的立法委员送进去立法院 才可以对抗吴思怀 对抗邱义 因为这两个人吴思怀跟邱义 是百分之百一定会进去当立法委员 进到立法院 你知道他们手机都有wechat 就是微信 他们只要派个国防机密 派个文件 wechat就过去 就到国防台报那边 到中共那边去 到习近平那边去 所以你知道如果我们要 唯一能抗衡的话 把吴怡农送去 而且吴怡农给大家投他的机会 吴怡农对手是蒋旺安 蒋旺安是在国外躲 躲兵一躲到35岁才回来 跟吴怡农完全不一样 吴怡农捍卫中华民国的决心 所以把像吴怡农 跟那个王定宇这种立委送进去 让他们对付邱义跟那个吴思怀 那我问你 教堂哥哥你本来出生的是演艺圈 儿童台的很多这个什么 苹果姐姐啊 什么水蜜桃姐姐 那你是教堂哥哥 所以传统的演艺的收入 其实越来越萎缩 但是有很多演艺圈的明星 在对岸的市场 他找到了他另外一块入 那像你这样出生演艺圈的人物 相对上距离中国市场 基本上是比较远 那同时呢 你的言论也可能引发 你会断绝了 所有在中国演出的空间机会 或者商机 你有感受到在台湾 演艺圈特别是这一块 压力特别大吗 当然啊 我们从看周子瑜跟这些那个演那个 欧阳娜娜 欧阳娜不用讲 欧阳娜本来就红的 他不用统战 像那个 像那个 周子瑜那个就莫名其妙 起中华民国国企嘛 就被告发 然后演艺圈其实 因为本来就是受 大家说是习惯改变嘛 所以他后来 那时候刚开放的时候 很多艺人去那边捞金嘛 所以最早期你看 最典型最成功的例子就是黄安嘛 就是其实他没有长相 也没有任何的才华 可是他很早就去 所以赚得到钱 大家知道说 中国共产党最喜欢的就是做样板 从毛泽东时代做样板 让大家看到说 好像去那边就可以歌舞生平 去那边就可以发大财赚钱 大家知道 对中共来说 而且当我们像美中贸易战打下 他们经济状况非常不好 你要统战价值 你才能去 所以其实很多艺人 像我这种不够红的 我们去那边就像贵 说我是中国人 我也身为中国人感到骄傲 一样不会有工作机会 你这样去的话 你一定要像什么 张惠妹啦 肖尔靖等 你在台湾本身就是大咖的人 你去那边才有统战机会 然后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希望在台湾 这件事情 如果有建议过民进党 还有那些拍那些什么 我们与二的距离这些戏 其实在戏剧方面 电影方面 其实台湾已经有在成长 给这些在台湾的艺人 爱台湾的艺人 在台湾其实就可以拍片 就可以发大财 不需要去中国那边去 冒着政治上的风险 有可能你说错一句话 你就回不来了 加上就是台湾是 最需要改进的就是 我们综艺节目上面 其实综艺节目 其实你去看嘛 你只要在节目上面讲 聊天聊到中国的部分 只要讲内地的 这是被统战的 对正常来讲 内地是什么意思呢 我以前没有读书 我不知道 以前台湾的内地 在日本 因为台湾被日本殖民过嘛 内地就指 祖国土地的延伸 叫内地 所以现在讲内地的 就代表说台湾 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唯一的内地 就是南投 所以你都要 如果你真的 在看电视 你就知道说 我们被统战的状况 其实非常的严重 然后像我这种 政治不正确的 因为很多 像你这种政治不正确的 会影响很多收入 跟演艺 或者露出的机会 基本上 只要 请忠的 你们贵节目 常常挑战那个 那个我就绝对不会出现 而且你看 你只要仔细看 说综艺节目 像 我录过的综艺节目 在中天的 他们在 我们去做体试能 就很好玩的体试能 就让体试能 表啊 一般我就写 什么台湾地区 台湾的什么男生 女生体试能的状况 他写 台敏地区 对 你知道这就是 你就没有政治归 政治娱乐归娱乐 他在政治 在综艺节目上 就统战你了 你的政治正确 叫台敏地区 对 你不会出现台湾 所以懂啊 这种 其实这力量 是延伸到这边 但我本来是因为 我已经不需要 靠那收入为止 所以我可以这样讲 但我完全直指说 如果你有 很宏道在那边 赚人民币的 没有关系 你就不要讲 就赚钱就好了 能撑多久 赚多久 千万不要 赚了台湾 就在台湾长大 台湾养大 然后再回过来 补台湾一脚 那你要知道 现在你再怎么红 去那边 你已经没有统战红利了 已经没有统战红利 所以你在那边 假如说你是中国人 讲内地 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都没有用 来不及了 好 吴征文怎么观察 现在的变化 我觉得这次大选 我们看到一个 跟过去不太一样状况 说国民党基本上 像我们刚才讨论的 是非常急速 而且严重的赤化 虽然国民党过去 一直都轻忠 但是到现在 今年完全变红的 应该基本上 是史上第一次 而且我认为 这是一个不可逆的方向 你说未来 我们台湾长期会处于 这种风险下 就万一一旦是国民党 重新拿回执政权力 我们就会再暴露在 对中国完全大门 一个是门户洞开的状况 那为什么这样 是因为 我为什么这样讲 是因为大家记得 说我们上一次 总统大选的时候 洪秀柱 洪秀柱原本是 国民党推出来的 总统候选人 然后洪秀柱 那时候讲一中同表 讲说统一是一个 不会排除选项 它可以是一个 终极的目标 那时候就引起 台湾社会渲染大波 然后洪秀柱后来 就被换掉了 换朱立伦上 所以当时国民党 是还有 就很奇妙 就2016的国民党 还有能力去察觉到说 台湾社会主流的民意 对于中国的排斥 他还有能力去做一些 自我修正 但到了今年 他已经完全束手就擒 那为什么会这样 是因为说 在2016国民党 失去政权以后 基本上他内部的力量 遭到一个大幅的弱化 第一个他失去了 他的行政资源 那再来是说 民进党去开始查 他的党产 党产条例 转型正义等等的 去把国民党过去 这些盘踞的不当资源 去要把它断根 那再来是说 企业界也开始 很多人也开始 去觉得说 民进党或许是一个 我们可以去合作的对象 等等 所以国民党内部他的 整个资源变得很 就急速的萎缩 然后他的内部力量 也开始瓦解 所以过去他比较 内部还比较有实力的时候 他是有能力 去一定程度 抗拒中国的这个统战的 他说虽然 虽然我跟你合作 但我是有格调的 你要跟我平起平坐 我不是这种 你呼之急来 挥之去的小弟 但到了现在今年 国民党已经完全 就是完全已经失去了 他的抵抗能力了 所以变成说 共产党现在要他什么 共产党国民党 完全没有一个抗衡能力 那第二点是说 我们刚刚讲统战 我是想用这个机会 再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统战 统战的话 我们会想 大家觉得好像就是 我统一战争 我要统一 那其实不是 它是统一战线 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我最主要敌人 我要设定一个最主要敌人 中国共产党 现在设定蔡英文 比如说你蔡英文好了 只要不是你 其他人通通都是我的合作伙伴 包括骂蔡英文的 包括是说 甚至说 跟蔡英文同样是 同一个政党里面的伙伴 但是你们可能 真的有点嫌隙 OK我一样帮助你 或者说觉得蔡英文 不够台独 像我们刚刚讨论 这个什么 像彭文正啊 他们这些人 那甚至 他们也不一定 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样 但是说共产党 做这种事情的时候 他也不一定会让你 发现你被统战 因为他会透过一个中介人 例如说他找一个 找一些中介人说 我也是台独的支持者 我现在企业事业有成 我希望可以为台独 事业贡献的行李 蔡英文现在 根本都不喊台独啊 根本就背弃了嘛 理念发生 所以呢 像这样我们就看到说 基本上统战胜性的事情 在台湾现在是 非常多管齐下 刚刚前面讲的 因为中国内部 也有非常多不同的系统 他每个系统都要对 各自的上级单位 要去交出所谓业绩 例如说我们知道 所谓的这个寒天集团 他们基本上是在 国台办系统下 但除此之外呢 还有中国还有内部 非常多的对台 会牵涉到对台事务单位 例如说中宣部 例如说他们的政法委 那中宣部因为涉及到 国内媒体的掌控 那邱逸在中国的时候 就常常去上 他们国内媒体 然后包括甚至 他甚至开了一个 自己节目叫邱逸说 所以我们可能可以想象 或许邱逸就是来自 这个管道了 所以有非常多 不同的管道 他们现在都在各自 在台湾内部 因为过去 中国共产党是透过 国民党这个 类似经销商的角色 他却要去统战 那后来太阳花出来以后 他们发现 这样效益太差了 所以现在每个单位 都各自在把触手 深入台湾社会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这次说 即便是吴思怀 跟邱逸争议这么大的人 然后现在透过 公共国的各种网路 进来已经完全掌控 国民党是没有能力抗拒的 所以这是我们 台湾社会一个危机 那为什么说是危机 因为不只是 他们的言论很危险 那包括 因为我过去 之前在立法院 当过国会助理 所以我稍微解释一下 立法院里面的运作状况 就是像我们外交国防委员会 会审各种国防预算 那国防预算有 比较机密跟比较不机密 例如说所谓的 我们所谓的情报费用 例如说我们现在要去 做潜见国照 一些我们最尖端装备的取得 这个项目 因为它有高度的机密性 所以基本上 这些资料是不会给立法委员的 他也不会编在预算书里面 预算书它只会 只会这边就有一个大项 就是说机密 所以在立法院里面 国防委呃 国防委呃委员会的楼上 另外一个办公室呢 那边就是专门 让立法委员去看 机密预算地方 就第一个 你的助理是不能带进去 只有委员本人能进去 本人可以进去看 对 但你本人进去 然后你进去在门口 你还把你手机交出来 就你的这些东西 就是可以摄影的 所以外界怀疑 吴施淮可以进去看 他当然可以进去看 吴施淮如果安全名单 进去之后可以看 那以吴施淮在军中的理解 跟基本的基础 他看了之后 他就可能都记在脑袋里 对 第一个是说 他当然没法拍下 他就有可能涉及国安的风险 没错 而且因为像 例如说我们在潜见国照 会涉及很多敏感性的伤员 那这个在前面 因为这些器材 现在台湾还没有 这些核心设备 台湾没有制造能力 那例如说之前潜见国照的时候 所以我们要去到处接触 国外不同的买家 可能接触 同时接触三四家 因为或许他们都有些顾虑 想做中国生意 所以这些都不能曝光 因为曝光出来 马上中国就会进来阻挠 对 所以当他甚至掌握到 这些机密的情报跟资讯的时候 他只要把 他也不需要干嘛 他就默默透过一些中间人 说现在我们台湾有在跟 外国的哪些厂商做接触 那中国一听就知道了 他就知道要怎么样 去哪里挖其他的资讯 怎么样去把你整个局毁掉 所以如果像吴思怀这样的人 他进到我们的立法院 外交国防委员会 那是会有一个 很致命的威胁性 好我们稍后再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 台湾社会舆论对于郭冠英 邱毅 这个吴思怀等人是强烈的反弹 然而难以阻止 他们在这一场选举当中 扮演一定的角色 王浩大哥怎么看 对我多次说 票投国民党迎来共产党 这个趋势这一次大选 真的是一个照妖镜 把整个形势照得非常的明确 就是对于习近平来说 他为了这个推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为了这个在建中共成立100周年 2021年建功立业嘛 所以他等于是急了 习近平急了 就是大力推行他的左倾冒险主义 所谓左倾冒险主义 就是他逼着中共的各大对台部门 因为中国有很多对台部门 不是一个两个 还是十几个各种对台部门 发动攻势嘛 那发动攻势的这个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的理论 最基本的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然后集中优势兵力 打击主要敌人嘛 所以只要是为了打倒蔡英文 拉下蔡英文 下架蔡英文的 任何人只要同意这一点 都是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的一份子嘛 都是跟他绑在一起 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嘛 所以共产党的整个这个统战的战略 是非常明确的 那现在就 所以大家才看到台湾的 现在的这种现象 等于是各路人马各自亮剑了 大家都统一时间 所以我才说没有泛蓝阵营了 通通变成泛红阵营了 对 不管他自己说自己是蓝的也好 说红的也好 他的整个 局的到今天也没有公开出来反一国两次 我很有意见 也不要乱骗票 局的到现在为止 也没有出来挺香港民主派 我在这里挺半年了 局的也是很骗了 那白色的也白里头红 白色的每天嘴说小孩放美国 怎么不讲 香港的官员 要这些香港小孩一国一制 然后账户跟小孩放英国 典型的就林郑月儿 林郑月儿 对不对 那要是没有国际知识的话 就多看年代向前看 就是说你都只嘴某一个特定的角色跟人物 然而你放大来看 大家用统一的标准来看 那所以在台湾事实上 确实有很多人 他说他五颜六色 反正各自的颜色都有人讲 然而逐渐的显露出来的 确实是变成一个泛红大联盟 是这样啊 哪怕宋楚瑜都是韩国一进的中联办 宋楚瑜赶紧就跟去 他也跟这个新华社做了这个专访 说他支持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他愿意讨论吧 所以 然后阅兵台上他们的人跟秦金生也在 对啊 新党当然派人去连战去 你不能因为宇美人没去阅兵 就忘了秦金生去阅兵那件事 清党是派代表去了 有些事情不能说前台换一个代言人 你就觉得他后面那一个 过去的历史不重要 一样很重要 是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表现出来 整个这个 中共的八线过海大动员 统一战线大动员 所有的反对蔡英文的力量 大集结嘛 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具体的国安危机非常明显 那刚才除了这个吴珍说的这个 吴思怀进了立法院的国防委员会 可能造成的国安危机啊 就昨天邱毅自己出来指证 拿出证据来说韩国瑜跟他联络 支持邱毅选这个立法院议员嘛 这个他韩国瑜用的是微信跟他联络 微信是什么概念 微信是共产党24小时监控的这个APP嘛 所以等于是如果韩国瑜当了总统 用微信再跟邱毅联络 你也不用泄密了 自动就直接报给中南海了 现在就是泛红一家亲了嘛 你看邱毅多亲 可以亲共产党 可以亲新党 可以亲国民党 泛红一家亲 是啊 因为你想叶宜兰 叶宜兰四年前也是新党的第一名了 现在进了国民党第二名 那他们这些人 实际上他们四年前都是从国民党退党 然后加入新党的 那前两天又都离开新党加入国民党 结果邱毅当不上立委了 国民党立委了 又马上辞职国民党又去加入新党 那他们这个党籍 好像可以在一两天之内就换掉 我也不懂这个党的规则是什么 但反正他们都是 就是等于是新党国民党是一家亲 这是很明显的 这是很明显的泛红一家亲嘛 但是以泛红一家亲这一次 来讲 具体来讲 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观察 这个也是统战的新阶段的成功 就是说共产党从来没有 那么明确的代言人走到第一线 而且走到安全名单 而且1月11号之后 可能可以正式宣布当选 就是说共产党终于杀进 中华民国立法院了 还没杀进总统府 但是杀进中华民国立法院 这是插旗成功跟统战成功啊 而且很大可能 郑明中就当了立法院院长了 因为你看整个红蓝的阵营联合起来 新党国民党清明党民众党 这个四党再加上什么高进树梅这些 所谓的独立议员 但是明显是搞不好过半 偏蓝的 那他们很大可能是过半的 那你想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讨论 吴登义家族在两岸搞的 这些金融的东西嘛 跟证明中什么关系 那我们有讨论这个 台湾人这个受这个TRF的害 这个赔了人民币TRF的金融伤害 那还有其他一些金融弊案 像什么赵峰案啊 什么这些东西 都是在曾明中 当金管会主委的时候发生的嘛 所以实际上就是说 他这个当金管会 所以曾明中到底是谁的代理人 也值得追嘛 是 就是说何以这么硬 每一次都放在不分区 而且就是如何洗牌 都不会把它洗掉 而且他现在很大可能会成为 立法院院长嘛 对因为吴登义可能搞不好 进不了了 对进不了嘛 那所以这个前 这个国民党的前十名的 不分区的代表名单里面 证明中肯定是 他已经是排在第一名了嘛 好所以这里头是后续的发展 就红色力量插旗立法院 很有可能在这一当中成功 那无论如何 这还是成功的先例跟里程跟进程嘛 那当然了是共产党对台统战的一个巨大的胜利嘛 那这个从中共的这个角度来讲 他过去七十年对台统战这个成果 这次要大检验嘛 所以习近平业绩好棒棒 不对 习近平大阅兵嘛 他这个 习近平在台湾 习近平喜欢阅兵嘛 对他就是台湾大阅兵嘛 所有的统一战线愿意被接受 被他检验的阅兵的人 现在大家都在站出来了吧 好我们稍后再回来 哈喽我是陈寗官 拜托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 赶快按订阅哦